好 最新连线马上带你来看 在高等法院这边在4点50分的时候 派车要前往台北看守所借题 陈水扁出庭 而目前的状况我们连线记者吴家慧告诉大家 好的 这个高院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在这个傍晚6点10分左右的时候 就会来正式开庭了 那么在稍早就是50分左右的时候 也已经从高等法院这边派车到土城 来接这个借题陈水扁来到高院来出庭 也预计待会陈水扁就会再次的来到高等法院了 那么现场陈水扁待会整个下车的过程 我们也会透过实况转播 那不过现在在整个高院的外头 已经聚集了这个支持陈水扁的人士 以及这个反陈水扁的人士 刚刚也引起了一阵冲突 我们现在看一下稍早之前的状况 第三个护士 透明期间主要 阿比阿加油 小姐中机 小姐中刚掌握 不唱这样的情形 已经在高院外头来发生 那么整个高等法院的外面 刚刚也载了许多的巨码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开金阿婷的时候 整个民众是彻夜不愿意撤离 那么因此是弄到了将近凌晨的时候 整个群众才整个散去 那么由于今天整个开庭是相当的一个临时 所以因此在刚刚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巨码 也赶快的来搬过来 那么不过相关的一个警力 都已经先到现场来做准备了 那么预计待会6点10分开庭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持群众 会聚集到高等法院的外面 不过警方这边 之前的准备工作也已经都差不多了 那么待会6点10分就会来开庭了 有状况我们也会随时掌握疫情 好 家伙我们看到6点10分的时候要开庭 那您行不行也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一次在检方跟律师团的阵容 包括律师团这次也新聘了一个律师罗鼎成 现在正在检方跟律师团 他们的阵仗大概是怎么样 好的 这一次整个检方当然还是由公诉的检察官 那么还有特征组的检察官是各三位 也就是说检方这边总共是有6位的一个成员 那么这个公诉检察官部分的阵容和上一次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包括了前台北地检署的香岳主任检察官林景春 他后来调到了高院来担任扁案的公诉 以及桃园的香岳主任检察官也调到了这个二省的一个别案公诉 还有这个台北的一个主任资深的主任检察官黄河村 那么至于这个特征组的部分呢 上一次呢派出的是岳芳如李海龙呢 以及这个周世瑜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特征组会不会再派出同样的阵容呢 理论上应该是都是同样的一个阵容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呢检察官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有6名 那么陈水扁上一回呢 则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一个状况 还有一个是公社辩护人 也就是高院这边帮他安排的 但是这一次呢 他有了他的律师团 除了上一次的这个 除了上一次的这个 郑文龙 这个十一灵 以及洪贵三 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是罗鼎成 那么这个成员呢 则是扁伴来负责去找的那么相当的年轻 而且呢也这个可以说是陈水扁的支持者 那么也把这一次的这个大省呢 形容成为二次的这个美丽岛大省 那么因此呢 整个今天的金鸭亭呢 在有这个律师团的相助之下 到时候整个状况呢 我们也会随时来为您掌握 现在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的主播 好 谢谢嘉惠 透过画面您现在看到的是 陈水扁在北索的时候 刚刚上车前往高等法院了 而预计呢要在六点十分左右的时候 就会召开